想必大家对卤肉饭都不陌生 这是一道深受台湾人喜爱的家常料理 不仅味道好吃,而且做法简单 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做出美味的卤肉饭 材料 猪五花肉500克 洋葱1分之1个 姜片5片 大蒜5瓣 红辣椒1条 青葱1只 水600毫升 米酒60毫升 黑醋2大匙 酱油3大匙 冰糖2大匙 5香粉1小匙 八角2颗 桂皮1条 步骤 1.将猪五花肉洗净 切成大小适中的块状 2.洋葱切丁 红辣椒切断 青葱切断备用 3.热锅加入少量油 将肉块煎至表面金黄色 盛起备用 4.炒香洋葱 姜片 大蒜 红辣椒和青葱段 5.加入水 米酒 黑醋 酱油 冰糖 五香粉 八角和桂皮 煮至沸腾 6.放入煎好的猪五花肉 转小火焖煮60分钟 7.卤好的猪肉取出 切成薄片 8.把剩下的汤汁过炉 只取出汁液 9.将米饭倒入碗中 放上猪肉片 淋上适量的卤汁即可 Tips 卤肉的时间不要过长 否则肉质会变得过韧 可以将多余的卤汁 放入冰箱冷藏 下次再用 这道卤肉饭不仅香气四溢 而且肉质鲜嫩多汁 加上卤汁的甜咸味道 让人食指大动 8.老爸 温